一整排轿车被砸的面目全非 好几台是双B 车窗天窗头灯后照镜 一张乱打之后可以破的都破了 砖头十块还留在车上 不过凶器不只是就地取材 随机捡起来砸 这是警方搜出来的证物 打断的球杆 打到变形的铝棒 打断的木棒 还有加上手把的脚缸 以及一把长刀 这都是砸车斗殴的武器 警方火速抓人 双方斗殴人马通通具体盗案 组织犯罪条例侦办 为何在偏僻向盗出现了 有如黑帮的聚众斗殴 警方厘清斗殴原因 来自于整地请盗废土 现场怪手正在开挖 这是地主进行整地工程 也因此衍生了这起暴力事件 淘汰第七不良邦外分子侦磨 因不满到本县请盗废土 遭本侠不良邦外分子 涂抹等人阻挡 针弦率众谈判破裂 衍生暴力砸车斗殴事件 这块地位在苗栗铜锣的农地 地主整地要耕作 因为认识桃源的真性业者 委托他在土来覆盖 业者依照业界权规则 知会当地的图性业者 双方可自料人谈判 发生了斗殴 被砸的车总共有八辆 六辆是图性在地业者 事先开来阻挡杀死车入场 两辆是整地工人的车辆 全被砸烂 合法整地为何也会引发同行斗殴 警方也要离清细节就班 TBS新闻谢伟金无数评 苗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